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今天是礼拜五2019年的8月23号 的七点钟非常感谢您准时收听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在上半场我们要讲一讲股票 并且欢迎您的call in 事实上您的call in电话 从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到650-968-2000 650-968-2000 让我们欢迎黄金雄黄老师出场 黄老师你好吗 周老师好 周老师你好 在今天礼拜五每股是收跌的 三大股指的跌幅都超过2% 道指下跌超过600点 苹果领跌市场仍然在关注重新趋向紧张的全球贸易关系以及美联储局鲍威尔的讲话 因为今天在Jackson Hall的会议就开始了鲍威尔称美国的经济面临重大的风险 他将采取适当的行动 维持美国经济的增长 市场认为鲍威尔保持宽松政策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在礼拜五收盘时 道指下跌623.34 报25628.9 标普500下跌75.84 报2847.11 那指下跌239.62 是下跌了3% 下跌最多的一个index 报收在7751.77 在今天的盘中 道指曾经最多一度下跌745点 最低下跌到25507.18 那种种的成绩都是受到几个因素啊 我先跟大家讲 如果还不完整的话 我们请黄老师来补充 就是中国呢 也出手了美中贸易战将有75个billion 要输入中国的货物被要征收税 然后鲍威尔呢 他也被特朗普总统称他为敌人 就是说利息降得不够快不够多 这个也是很ridiculous的一个事情 怎么可以用这个形容词 来形容自己appointed的央行的行长 那他今天又在说从9月1号开始要征收关税 对中国进口的呢 要从也是增加了关税 这样子一天变好几次 刚刚才说黑 现在又说白 说了白然后又说黑 他的举动实在是让人不知所措 在这种环境之下 今天又面临礼拜五 所以今天美股重挫 好我们请Tim来替我们做一个补充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最近的谷歌市场特别波动 尤其是在8月开始 8月初的时候股市大跌 然后中段时间反弹 然后到了最近这两天又开始大跌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个贸易战 还是还是继续 从此也是变得越来越紧张 所以兔智人呢 就是担心这个传球的经济 可能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今天南方准备局的主席 他对中国特别对中国和德国的经济 觉得他们会恶化表示担心 当然了美国中国德国日本这几个国家的经济 都对这传球都是有影响的 那么现在中国各国的经济状况不太好的话 也是打击投机人对股市的信心 同时还有大家还是担心的 今天甚至有一个联邦储备局的官员提出来 就是他担心这个公债的利率倒挂 也会可能会带来这个经济不景气 是啊 所以这些等等都是对市场的一个打击 同时技术上这个各大技术已经碰到了 或者是非常接近他们的50天均线之后 突然之间下来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上面的50天均线 是他们的主要的主力 最近曾经试探过好几次都过不去 所以现在今天就跌得这么急 曾经一度跌750点以上 然后收市是跌600多点 就是大琼斯 这么一来 这么动力这么大的话 他看来要试探这个8月的低点 大琼斯8月的低点是25340 就是标普500的8月的低点是2822 纳斯达克就是7663 嗯嗯 可是因为因为他非常接近这个8月份的低点 那一天都500到1000点上下了 那么今天已经600点了 那么星期一 因为因为还没反映过 市场还今天还没反映这个收市之后 特朗普增加关税的情况 所以星期一可能一下子又跌 很容易跌穿8月的低点 跌穿8月的低点就是 就要回到6月的低点了 接着道琼斯是24680 标普500是2729 纳斯达克7292 所以现在市场看跌 好 道琼斯的指数是已经碰到200天的均线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都是奔向200天的均线 那现在小型股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他这个指数的话 他比较其他的三个指数都表现 都是差过 差过这三大指数 所以他们的情况就是 已经是低过 所有的长中短期的均线 所以他今天也跌得特别凶 跌了三个% 所以其他的指数都跌两个% 左右他跌三个% 所以特别的表现很差 他要再跌的话 他已经到了 到了这个5月份的低点 他在下一个低点的话 要挑战的话 可能就是12月份的低点 12月那不是太低了吗 这份低点是1267甚至1459 他有这种这种雏形 他的雏形是三个顶 都是在1600点左右 扎成了三个顶 所以下来可以比较忙一点 道琼斯20支的交通股呢 是已经正式在200天的均线之下 满久了 一个多礼拜了 那他已经达到8月份前期的低点 现在也碰到了6月底的低点 那他再往前看就是 在今年1月份和去年12月份的那个低点了 大家都认为道琼斯20支这个index呢 是证明三大指数到底涨 是不是涨得好 因为如果没有到20transportation的支撑 大家心里总是觉得 这个股市是上涨 是不完整的 是有值得怀疑的 那现在道琼斯20支transportation 在200天的均线之下 更令人担忧了 那我们看一下半导体的指数 我们就用SMH来看 半导体的指数在纳什达克里面 算是比较好的了 当然他们是非常 涨也涨的厉害 跌也跌的厉害 那么今天的跌的比较厉害了 跌了4个% 当然关税 对于半导体肋股来说的影响会很大 它现在的图形是不好看 它的图形是属于 所谓的继续下跌的形态 就是7月到8月份大跌一波 然后反弹上去遇到阻力之后再下来 那么今天已经一天破了20天均线和50天均线 所以可以说是开始的第二波的下跌 那么第二波下跌通常来说都是和第一波的幅度相当 就是说以前是从123跌到107的 所以这样看来就跌了16点了 嗯 这个SMH 所以这个是用技术分析来看它的情况 当然它在200天均线103这个地方很有机枪 总的来说就是它已经开始再跌 就是下一个机枪是103 Apple今天下跌了这么多是4.62% 那在今天一大早还没有开始Apple下跌 大家还在讲说Apple受到关税delay的关系 所以它涨得怎么怎么样不错 没想到消息一传出来 现在今天就应声下跌了4.62% 那它纯粹就是因为关税的问题吗 是啊当然它很重要啊 当然大家分析师们对他们的没有关税的问题的话 对他们的前景也是蛮看好的 所以它最近高克制来说它涨得最多就是它 所以它应该也是跌的 跌下来也可以跌的比较凶 那今天跌了10.62% 那刚刚碰到了50人均线202 附近 可是后市已经跌破了 所以它也是可以下来探底 它下一个机枪是192 192 所以很多朋友呢都觉得一天涨一天跌还蛮害怕的 但是如果您的手中有黄金美元还有日币的话 那您就是遥遥领先 应该是比较不紧张坐稳这个很好的江山了 好的 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讲到这边呢 我们就进一段中场休息的时段 朋友们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 请致电650-968-2000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沈荣 我将在8月24号星期六 8月25号星期日下午2点 举办人寿保险五大功能讲座 深入分析如何利用人寿保险 以及联合现有退休账户 40EKERA建立更稳定更高额的退休金 地址2150North First Street 三喉西机场附近 星期六 星期天内容相同 任选一天 报名请电话或短信到 925-858-9502 925-858-9502 Google在Sunnyville开班 邦您考证成为贷款经济 9月28 29 周末两天一口气完成20小时课程的要求 座位有限 有意者请致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斐力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 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润 光泽 典雅 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基 宝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致爱挑选最称心完美的比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osa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啊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找重姓律师事务所的翁锦山小姐 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联络医生 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找翁小姐帮忙吧 重姓律师事务所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翁小姐415-269-1803 415-269-1803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唉 这几年皮肤一直有暗窗 试过很多方式都没能根治 幸好有朋友介绍我到南湾的Go4 Day Spa美容中心 现在的皮肤好光滑细嫩啊 Go4 Day Spa还有多种方式治疗各种色斑 去质 抗皱 美白的疗程 配合最新的仪器 最优质的产品 最佳的服务 今天就致电到南湾的Go4 Day Spa 电话号码408-861-0886 GMCC万通贷款计划多 直接放款 速度快 利息好 现推出大额贷款新项目 20万以上至2000万 可14天完成 可用公司配股RSU做收入 DTI 49% 信用分数680 10%投款 没有MI 外国人身份 信用不到两年 易可 南北加州9家分公司 承招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650-996-1982 或电邮至info at gmccloan.com 听着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黄金雄老师时间 黄老师 那您觉得现在的策略应该怎么样 因为我们刚才谈到说 您认为长期还是比较好做的 可是您却是一个做短线的神枪手啊 那如果说要做长线 你这个进出之间的拿捏 又应该怎么样才能保证是正确的呢 我觉得长线 我是大部分都是做短线 短线的话 容易看得到的趋势 长期来说是很难判断的 当然长线来说 我们以前常常都有提过 就是你要懂得看厨 看厨 你就 因为现在的厨都很先进 这些好像平均线啊 这些都已经帮你划上了 所以你打开一个 你买了股票之后 你打开这个指数的图 无论是S&P500 就打开S&P500的图的意图 然后看看它有没有破50天均线 假如它破了50天均线的话 那么你的股票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所以就先出场 然后当它重新的再涨上去 对5000均线以上的话 那个时候又可以再买回去这样 所以这种情况你可能 就是几个月可能碰到 碰到这些事情 就是它破了50天 或者是涨回去50天 所以就不需要天天去做 嗯嗯 就是去看这个市场 好的 黄老师 听着朋友第一只问到的股票 就是5G的概念股 Cisco CSCO 可是它自从在7月中达到高点之后 就从58块一直跌到现在的46块 跌幅非常深 两次的跳空下跌 现在已经正式落入200天均线之下 今天再度下跌3.26% 达到了46块6毛1 好的概念在前面 可是股票为什么这么差 黄金交叉线也已经出现了 对啊 它已经破了20天 50天 和200天均线 并且它已经跌了接近20% 这20% 同时也跌穿200天均线的话 就是熊市 熊市 Cisco 是在熊市之中 嗯 所以当这个一只股票这么弱的时候 我们就 就要避开它 所以Cisco 是其中的一只股票 要避开的股票 它现在是46块6毛1 下面呢 46块是它的一个支撑 可是因为它太接近 可能就是守不住 守不住的话 下去是42块半 是它下一个 44块是它的下一个支撑 嗯 然后跟着就是42块这样 它 它这只股票进去比较弱 所以最好是避免 有一点伤脑筋 好 接着朋友要知道原油的前景 呃 原油的话 假如我们用USO来看的话呢 呃 它的趋势 呃是看跌 呃 它 当然啦 经济不景气的话 当然会影响这个 用油的量 呃 呃 所以它的趋势 现在是看跌 呃 十一块一毛九 现在 低于 呃 五十 五十天 两百天 两百天均线 所以我们看USO的话 就相等于看原油 呃 呃 所以原油也是 低于这 呃 这几条均线 呃 趋势看 长中短期看跌 呃 下来的话 可能要到 呃 十块五毛 是这个USO的基层 啊 可是原油 看跌 OK 下面一个问题是CGC 这个是大麻类股 C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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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呢 呃 真的是 呃 蛮惨的 从52块 53块左右 呃 跌到现在24块8 那么 也是非常弱 嗯 呃 非常弱的话 呃 呃 半年了 有很多人都很想 呃 买它 就是 我们普通人的习惯就是 呃 它跌得很凶 就很想买它 因为它好像是价值上已经好了 嗯 可是呃 另外一种看法就是 它 你买它的话 它因为它很弱 呃 短期可能 不能够替你赚钱 呃 并且还也继续有危险 它的 现在呢 在二十 二十四块八 这个 二十四块 啊 附近吧 就有有一次机枪也跌了很多了 嗯 所以现在可以说 是在二十四块 到 五十二块 之间 这个 交易区 哦 希望它能够 这么宽一个交易区啊 很宽很宽 哦 这个是weekly chart 这个是整个 我是看周图来看的 呃 所以 现在最主要就是 看它能不能够锁得住二十四 嗯 而且二十四 它开始 上去的时候 啊 可以 啊 参与一下 好 如果跌破二十四的话 它可能要下来十八 下面一个是micron 美光公司 MU今天下跌 percentage 比较多是四点零六个percent 图表倒是没有破线 收盘价格四十二块九毛六 那MU没有什么大问题 现在 它反正半导体类股 它是 还是蛮强的 比较 它现在 是四十二块九毛六 下来到四十一块六毛五 这个地方 就已经是它的一个很好的区称 所以希望市场跌的不多 这个礼拜尽管跌 它不会跌破四十一块六毛五 跌破四十一块六毛五 下面是三十九块 是它的两百千均线提升 所以它整体趋势还是看好的 好的 下面是GBTC GBTC 那大家就知道它是Bitcoin的一个ETF GBTC 十三块四毛四 当股票市场动荡的时候 黄金和Bitcoin 都有缘买进 Bitcoin的话 它是 现在 GPTC 是在十三块四毛四 那十二块是很强的 就像 所以 十二块在 已经是一二三四五 五次 到了十二块都反弹 那么上面呢 就是 十五块 附近 是它的主力 所以应该 GPTC 是开始反弹的 就会打 嗯 下一个目标是十五 好 接着看一下这个问题 CTL CCTL 嗯 CCTL 的话 现在 不是很看好 因为它已经破了十一块半这个 那个 二十天和五十天均线 水平汇聚的地方 所以它变为了 现在十一块半变为上去变为了比较强的主力 并且 并且它在十二块半那个地方三次都过不去 嗯 所以近期 还是看跌 下面十块五毛是它的迹象 请黄老师分析一下UUP美元的走势 今天下跌0.56% 一条英镑下来 但是它还是在上涨的区道中 在二十五十以及两百天均线之上 那 UUP是本来是很强 那么今天呢 有人觉得 究竟特朗普 要用什么策略对付中国 其中 贬值美元 是它的一个 它们考虑的一个手段 后来它爆出来就是说 给增加关税 所以 当然了 美国的利率偏低 今年还是要 还是要这样三次利息的话 那么对美元是一种拖累 所以它今天的表现非常不好 所以跟着会继续下来 所以你觉得 26块 26块3毛7是它的第二个支撑 OK 所以美元是看支撑 你觉得它还会继续下跌的可能性比较大吗 它现在还是上涨的趋势啊 可是今天表现不好 所以跟着这三两天可能会下去一下 整体趋势还是看涨 OK 好 我们今天也已经回答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非常感谢黄老师 并且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谈 好 谢谢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请继续收听下半场的访谈 并且祝您周末愉快 好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长期护理保险 夫妻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寿保险理赔 可做1035交换 同时介绍最新指数年金 开户有现金红利10% 保证每年增值10% 稳赚不赔 欢迎报名参加免费教育讲座 讲座时间8月24周六下午2至4点 留作请致电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两条件 范宇集团首创财务管理一战式平台 是人寿保险 年金规划 投资理财 贷款汽车 房屋保险 一战式权威 总共位于洛杉矶 北加州San Jose San Mateo Plexington三家办公室 为客人规划最适合的汽车房屋保险 是您财富管理首选 北加专线888-831-8868 888-831-8868 赛与用心 让您安心 我是展荣 我将在8月24号星期六 8月25号星期日下午2点 举办人寿保险五大功能讲座 深入分析如何利用人寿保险 以及联合现有退休账户 40EKERA 建立更稳定更高额的退休金 地址2150N1st Street San Jose 机场附近 星期六星期天 内容相同 任选一天 报名请电话或短信到 925-858-9502 925-858-9502 德里昂地产公司经纪Annie Watson 介绍本周上市房产 22.5% 都会扎 淡浦生意 Nina Wang 带来本周养生品优惠 见证汗麻油抗炎症的神奇功效 独家冠名赞助GMCC 万通贷款James Jean 分享多种贷款项目 帮您解决各种贷款 疑难杂症 8月24号周六晚七点半 25号周日晚十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Transpacific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先由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房东的福音 金算子惠敏博士 推出小地主自管神器 T-Rent 出租房屋管理服务一站式平台 招租广告一键发布 三大信用机构双向保障 同频看房 网上签约靠谱维修 账目比比清晰 年底报税一点计通 打官司吹租也不发愁 基本功能完全免费 He rent管理所有 房东甩手 月下喝酒 请速电510-353-0855 353-0855 或he rent.com查询 he rent.com 德里昂地产公司经纪Annie Watson 介绍本周上市房产 2.5%买房优惠政策 买家卖家双双受益 汉浦生命科技公司经理Nina Wang 带来本周养生品优惠 见证汉麻油抗炎症的神奇功效 独家冠名赞助GMCC 万通贷款姜茨进 分享多种贷款项目 帮您解决各种贷款 云南杂政 8月24号周六晚7点半 25号周日晚10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 好时光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具有15年经验的资深房屋贷款专家 她不仅总能提供最佳的利率 还可以解决各种房贷方面的疑难杂政 询问请致电408-315-9470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长期护理保险 夫妻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不涨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受保险领赔 可做1035交换 同时介绍最新指数年金 开户有现金红利10% 保证每年增值10% 稳赚不赔 欢迎报名参加免费教育讲座 讲座时间8月24周六下午2至4点 留作请致电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两条点 我是陈荣 我将在8月24号星期六 8月25号星期日下午2点 举办人寿保险五大功能讲座 深入分析如何利用人寿保险 以及联合现有退休账户 401KERA 建立更稳定更高额的退休金 地址2150North First Street 三喉C机场附近 星期六星期天内容相同 任选一篇 报名请电话或短信到925-858-9502 925-858-9502 保健与养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听健康单元的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再次邀请到 汉浦生命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妮娜王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如何利用健康保健产品 来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妮娜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在这次呢 我们还是先把我们的这个优惠的电话号码 报给大家 因为我怕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你们在开车 或者你们在做事情 那么麻烦你们先记下我们这个热线电话 我们的电话是888-789-1670 888-789-1670 或者您可以加我的微信 伊纳王0831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怎么能够选择一款这个对自己真的 确确实实有用的这个营养保健品 来使自己呢这个少生病不生病 远离疾病的困扰 我觉得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尊严已经立秋了 尽管是在我们湾区这个气候变化不大 可是早晚会有些忽冷忽热的这样的一些感觉 周围有一些朋友就容易感到生病 像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健康保健产品 对他们就有帮助 那在介绍保健产品之前呢 还是要请妮娜给我们介绍一下 汉浦生命科技公司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 好的 汉浦生命科技公司呢 我相信这个湾区的朋友 大部分已经不陌生了 那我们是中文投资网 旗下的一个全资的子公司 是一个上市公司 我们的股票代号是CIX 中文投资网外区的朋友就更不陌生了 那我的老板沃润王呢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个汉麻油CBD这个产品 而且对他呢自身的这个帮助特别特别的大 所以呢我们成立了这家公司 那我们在成立这两年当中呢 公司发展非常的迅速 我们在纽约有了我们的分公司 在加拿大有了分公司 同时呢我们在湾区呢推广的也非常非常的好 越来越多的客人接受了解和使用CBD 而且这个CBD汉麻油呢给他们带来了非常神奇的效果 所以我说呢CBD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保健品行业的龙头老大 是保健品当中的佼佼者哈 那提到这个CBD 其实每次在节目播出之后 还是有听众朋友不断的在询问说 这个CBD汉麻油和大麻到底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区别很大很多人以为说 噢汉麻就是大麻 这个吃了会让人上瘾啊等等的 其实我也接触到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非常的热心的打给我 他说丁娜我上次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我才知道这个大麻跟汉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职务 如果没有听到你这个节目的话呢 恐怕我就与这个这么好的产品失之交臂了哈 好那我在这里呢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汉麻跟大麻呢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它们呢都属于麻类的一个属性 但是是两种植物 最大的不同点呢就是这个大麻当中呢 有一种有一种元素叫做THC的这个成分 这个成分呢就是我们一般人口中所说的这个毒品啊 吃了它会上瘾啊会有幻觉啊会产生嗨的感觉啊等等啊 那么大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厂家呢 从大麻当中提取这个CBD 那么很多人在市面上或者在看到有一些价格比较低的 它上面有标的什么THC少于0.03%的 这种汉麻油呢在美国的卫生署也是合法可以这个服用的 就说这个里面这点点的大麻成分THC成分呢不会使人上瘾 那么汉麻呢就是完全没有含有THC的这个成分 而且呢它对人体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特别是我们选的这款这个CBD的汉麻油 叫做New Leaf的CBD的汉麻油呢 对人体的帮助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它呢有几个特别明显的显著的特点哈 这个是一般的市面上的汉麻油呢所不能比的哈 第一呢它是纯天然有机的一个提取物 第二一个呢它是产在美国本土的 第三一个呢它是二氧化碳低温冷萃取的 这个二氧化碳低温冷萃取呢也就是说呢 它在整个的生产过程中呢是在基本上接近常温下完成的 也就是说呢它的养分不被破坏 那第四一个呢它是有第三方认证的 第五呢它的玻璃瓶包装非常的特殊 它是很乌黑乌黑的玻璃 几乎看不到里面的液体 这个呢就是防止光线的照射呢 会对这个产品的质量的影响 就这五点来说呢是一般市面上的汗麻油所不能比的 所以我们称呢这款New Leaf的CBT汗麻油 目前是汗麻油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们称它为呢汗麻油当中的劳斯莱斯 真的是一个顶级的产品 它对于这个炎症啊 特别是一些慢性的炎症啊 有关节炎疼痛的问题 还有一些严重的睡眠的问题 还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 躁愈的问题 工作压力的问题 还有一些免疫力不平衡的问题 特别是对于这个罹患绝症的朋友 有很多人他们正在做放化疗当中 非常非常的痛苦 我们这一部分的客人也非常的多 那么CBT汗麻油对他们的帮助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最主要的是它通过调理人体的中枢神经 它有几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作用 第一个呢它可以帮助到睡眠 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有这个睡眠的问题 第二呢它可以舒缓你的压力 缓解你长期的疼痛 减轻你的炎症 还有呢让我们远离绝症 我知道大家一提到这个绝症都非常恐怖啊 平衡我们的免疫力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身体强壮了 我们可以杜绝很多疾病对身体的侵害 那CBT汗麻油通过调理人体的中枢神经 有这么多的好处 许多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道理 就是说要健康呢 就要拥有高效的健康保健产品 如何来选择高效的健康保健产品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智慧来选择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呢 对今天的呢我们还是一样 给湾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因为特别是这个 我知道在湾区呢很多高科技园区 工作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又节奏又紧张 所以呢他们会有很多有些人 因为压力会引起什么睡眠的问题呀 道雨的问题呀 甚至身体免疫力下降的问题都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朋友呢对我们的产品非常的热衷 我们也有一个微信群 大家咨询的问题也很多 所以我想呢 今天还是给湾区的朋友们呢 带来两个优惠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正装的一个小瓶的 五毫升的哈 这个可以服用五到七天的量哈 这么一个瓶 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包装呢 就是给初出使用者呢 让你们试一下 因为你们只要试过一到两瓶以后 你们就知道这个CPD哈马油 在你们身体当中有些什么作用 有些什么反应 那么这个呢我们官网的价格 加完税以后呢差不多42块钱一瓶 今天给到湾区的朋友们的价格呢 就是半价的优惠19块9毛9 而且是包税包运费 每个人呢只限购两瓶 因为这个真实公司就是说赔了钱给大家 为什么呢 就是想让大家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这是第一个哈 每个人限购两瓶 按价19块9毛9 第二个优惠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瓶的这个 New Leaf的CPD和麻油哈 这个含量呢 一大瓶是4850毫克的CPD 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是100毫升的可以正常的保健 可以服用四个月左右的量嘛 非常的划算 官网的价格是439一瓶 那么今天给湾区的朋友的优惠呢 就是395一瓶 你想想哈 395可以吃三四个月 甚至可以可能还多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100块钱的 喷雾的CPD一支 那么如果你买三瓶的话呢 单瓶的价格是328加税 那么买五瓶的话就288加税 那你买几瓶 我们就送你几瓶这个喷雾的CPD 或者是营养素哈 所以这个也这个优惠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希望呢 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 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 我们的电话是888-789-1670 888-789-1670 或者呢 如果线路非常忙哈 那么你们可以耐心的等待 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Nina王0831 Nina Wang0831 那我们呢 都会一一的回复给您的 请大家呢 赶快抓紧时间 选购今天的优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以上呢 就是Nina王给我们带来的今天 New Leaf高跟CPD汉麻油的优惠活动 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 也会请Nina王带给我们更多的资讯 请您别走开 马上就回来 好消息 好消息 特大的好消息 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旗下 汉浦生命科技 2019巨线爆款 New Leaf CBD 绝对是汉麻油中的劳斯莱斯 解决压力大 炎症 失眠 包括绝症等问题 至尊汉麻油 让您生活无忧 立即订购 优惠就在今天哦 订购电话 888-789-1670 888-789-1670 现代人的必需品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 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 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播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Portino 永和超市隔地 电话408-253-6682 我是陈荣 我将在8月24号星期六 8月25号星期六 下午2点 举办人寿保险五大功能讲座 深入分析 如何利用人寿保险 以及联合现有退休账户 401KERA 建立更稳定更高额的退休金 地址2150 North First Street 三后C机场附近 星期六星期天 内容相同 任选一天 报名请电话 或短信到925-858-9502 925-858-9502 精英理财为大家介绍最新的长期护理保险 夫妻合买一张保单 一份保费保两人 长期护理终身无上限 保费固定部长 用不到长期护理 有人寿保险理赔 可做1035交换 同时介绍最新指数年金 开户有现金红利10% 保证每年增值10% 稳赚不赔 欢迎报名 参加免费教育讲座 讲座时间8月24 周六下午2至4点 刘座请指点408-466-0233 408-466-0233 找两条点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Sunnyville 在Curpertino Burlingame Fremont Tresington Sara Moon North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来 欢迎加入GOOGAM 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408-720-6800 沙士公司中文投资网 推出New Leaf至尊CBD 保健品界的劳斯莱斯 一经推出就火爆热销 解决压抑大 炎症 失眠 包括绝症等问题 至尊CBD 一世有奇迹 立刻订购 优惠就在今天 订购电话 888-789-1670 888-789-1670 保健与养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 继续来收听健康单元的节目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有请 今天所访问的特别嘉宾 汉浦生命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妮娜王 带给我们更多有关 健康资讯方面的分享 妮娜你好 主持人好 刚才那个单元呢 我们介绍了 关于这个CBD 汉麻和这个大麻 有些什么不同的区别 那我想呢 今天这个节目呢 这个单元里呢 我想还是先说一下 我们的电话和优惠 我们的电话呢 是888-789-1670 888-789-1670 我的微信是 因为每次在节目播出当中嘛 电话线路非常非常的忙 那么听众朋友 如果您打进电话 没有人接的话呢 请耐心的等待 我们一定会一一回播给您的 节目结束以后呢 我也会查看我们的微信 来回复您 那么今天的优惠呢 首先呢是有一个 让您体验的一个小瓶装的 5毫升的这个New Leaf CBD 这可以使用5-7天的量 这个官网完税以后的价格是42块一瓶 今天给到湾区的朋友们呢 半价的优惠只要19块9毛9 而且包税包运费啊 每个人限购2瓶 这个目的呢 就是让大家呢 初期使用的人呢 能够体会到CBD和麻油 在您身体当中这个神奇的功效 第二个优惠呢 就是我们这个大瓶的100毫升的量 可以不用3-4个月左右的量啊 这个含量是 CBD的含量是4850毫克 非常非常的浓缩的哈 这个呢 官网的价格是439一瓶 那今天给湾区的朋友呢 395一瓶要加税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还会赠送价值100块钱的 喷雾的CBD哈 或者是营养素 如果你买3瓶的话呢 3瓶的价格就是328加税 如果你买5瓶的话呢 3瓶的价格就是288加税 那你买几瓶 我们就送您几支喷雾的CBD 或者营养素 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 CBD呢 对于睡眠炎症疼痛 免疫力的问题 还有一些精神的问题 对于躁愈的问题 压力的问题 甚至罹患绝症的问题 都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听众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 选购今天的优惠 刚刚你提到这个 这个New Leap高端CBD汗麻油呢 有它神奇的功效 那具体在我们日常保健当中啊 都有哪方面的一些作用呢 对这个CBD汗麻油 其实我刚才说了 我们目前呢 收集到最多的这个症状呢 就是由于这个睡眠的问题 影响到各方面的健康 这个睡眠呢就是失眠啊 失眠的问题 其实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有些朋友呢 是因为他的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失眠 还有的人是因为压力 还有的人是因为什么一些病症 其实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你晚上睡不好觉 白天没有精力 免疫力下降 你就很容易感染上一些疾病 那疾病就会给你带来疼痛 疼痛又会使你睡眠不好 所以这一系列的反应呢 都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所以呢 对于失眠的朋友 真的不能忽视 失眠带来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害 它会使你的免疫力下降 会使你的记忆力下降 会带来一些消极的情绪 还有呢增加肥胖 为什么有些朋友说 为什么失眠还会增加肥胖呢 因为你一失眠呢 它就会有一些导致这个饥饿激素的分泌过量 这时候就会有一些促进食欲的科尔蒙 所以呢 你就会有想吃的这个愿望 所以失眠也会造成肥胖 还有什么会造成血糖升高等等 所以呢 有失眠的朋友哈 真的别忽视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 是因为这个失眠的问题打进来 开始服用我们产品的 特别是有些老客人 他们服用了二十几年的这个安眠药 那么在服用了这个一个疗程以后 他们能够慢慢的摆脱了这个安眠药对它的束缚 大家都知道哈 吃药三分毒 而且所有的药都是化学合成的 对人体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安眠药呢 吃上以后呢 人体是非常非常依赖它的 那这一部分朋友呢 就可以服用汗麻油的同时呢 慢慢慢慢的把你的安眠药呢 从你的两片剪成一片半 再剪成一片慢慢慢慢的剪到零 那么你完全可以脱离到这个化学药品 对你的一个控制哈 所以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希望大家呢真的不要忽视 有的人说我睡不着觉 我吃干面药 我今天就睡好了 其实呢 你的睡眠是在浅睡眠 这个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像服用CBD 对睡眠有哪方面的一些帮助呢 因为这个CBD和麻油呢 它通过调理人体的中枢神经 可以直接进入到你的血液 因为我们是口腔粘膜直接吸收嘛 那口腔里的毛续血管 和粘膜细胞大家知道是最丰富的 所以它透过这个口腔里呢 直接吸收进入到血液 所以呢 效果呢是非常非常的快 也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们这个这个New Leaf的CBD呢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推广和销售啊 这个对于这个我们就单单说这个睡眠的问题啊 真的是这方面的客人非常非常的多 一般来讲客人服用大概三天到一周 或者最长的有一个月的客人 他们的睡眠都会有改善 尤其夏天有时候比较热 开空调呢有的人呢又怕吹 有的人又怕冷 那不开呢有时候热 所以呢这个夏天这个人的这个 躁郁情绪也会非常的严重 如果你去不好叫呢 会影响你整个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呀 然后生活呀 包括你的所有的在你工作当中的接人带物的一些谈话 都会非常非常的影响 总之就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吧 那么对学生来讲也会影响他的学习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在这个夏季炎热的时候呢 第一呢你的室温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那么第二呢要注意适当的呢 啊锻炼尤其对于身体有问题的人呢 不要过多的这个炎热的天气 然后做剧烈的运动啊 刚才我也提到这个心脏病齿勾发的季节 另外一个大家呢还要预防这个流感 就是容易叫我们一般人来讲叫热伤风啊 这个非常容易得 其实所有的症状都是来自于你的免疫力 那么你睡眠好了 你第二天的精神就好 你精神好身体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你就不容易生病 其实这人的睡眠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CBT汗麻油对这个睡眠 调理人体的中枢神经啊 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呢它可以让你夜晚好睡眠白天 还非常非常的有精神 因为它不是一个安眠药 特别是呢我们有很多客人啊 吃了多年的安眠药 他们不用了我们的汗麻油CBT呢 在逐渐的减少他们安眠药的剂量 一点一点的恢复当中呢 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尤其是能够对于那些 能够摆脱了安眠药的一个依赖 他们就更高兴 因为大家都知道 药物都是有一定的化学 你吃久了 第一对你的身体不好 第二呢你会有依赖性 你不吃你就睡不着觉 甚至我有的客人跟我说 他失眠二十多年了 他离开安眠药 他就是睡不了觉 吃两片啊 你甚至吃三片 他还是睡不好觉 能睡几个小时而已 所以他服用汗麻油以后呢 慢慢的毒量的减少 那么他现在呢 就感觉呢 自己白天精神也好了 睡眠也好了 这个让你达到一个深的睡眠 这个对人体的这个体力的恢复 和各方面身体机能的恢复 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专题说的这个睡眠的问题 所以听众朋友们呢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 或者您的亲亲朋友 有睡眠的问题 您不妨呢 今天就赶快来使用我们的产品 另外一个呢 我们提到炎症啊 在慢性炎症当中呢 这个CBD汗麻油 起了非常非常好的作用啊 因为它对于消炎和缓解疼痛呢 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那慢性炎症 其实就是一般这个急性炎症的一个延续 就是你没有完全治疗好它 所以呢 慢慢的引发成了慢性炎症 那么慢性炎症 听众朋友 你知道对你的身体有多大的危害吗 慢性炎症专家介绍说 慢性 十个慢性炎症当中 有八个磷患癌症的可能性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你在腐烂的程度 没有办法医治了 它就变成了癌症了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忽视 我知道很多职场上的精英 他们大多数人都会有胃病的原因 也这个这个问题 这个慢性胃病 就说哎呀今天没吃好 我就胃痛了一下 然后我吃个止痛药 或者吃个什么什么 对于这个胃功能比较好的这种药 吃一下我可能缓解一下 但是它会经常经常的犯 就形成了这个慢性的炎症 形成了溃疡 慢慢的久而久之呢 就会有离 离发这个癌症的可能性 所以呢 所有的慢性病 请听众朋友们都不要忽视哈 我们在这个推广这个产品 两年当中呢 我们有很多客人 是因为一些特殊的疾病 包括炎症啊 慢性炎症啊 或者是绝症啊 然后呢还有一些人是什么 躁愈 就是压力大引起的躁愈症 还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 还有一些老年人的帕金森的问题 还有一些小孩子的这个癫症的问题 其实我说的这些症状呢 大家都可以在YouTube的网站上 可以搜集到各种症状的一些见证 都是当地的美国人 他们自己服用了CBT汗麻油 以后对身体的一些好转的反应 甚至是痊愈的反应 所以呢我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 可以到网上多了解 那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介绍一下网址是什么呢 哦对 我们的网址呢 我们是www.365cwc 365cwc.com 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站 我们呢也会经常的呢 不断的完善我们网站的内容 把新的内容呢 放到网站上 大家可以多了解 那今天的优惠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遍 小瓶的这个New Leaf的汗麻油 5毫升的官网的价格 完税以后是42块钱一瓶 今天给湾区的朋友们呢 只要半价19块9毛9包税包运费 每个人呢可以限购两瓶 赶快今天拨打我们的电话 888-789-1670 第二个优惠呢 就是我们大瓶New Leaf的CBD的汗麻油 CBD的含量是4850毫克 超级浓缩的哈 纯的汗麻油 那么这是100毫升的量 可以不用4个月左右 如果一般的保健 非常的划算 官网的价格是439一瓶 那么我们今天的价格呢 只要395一瓶 同时呢 会送您价值100块钱的 喷雾的CBD 或者营养素 这个营养素呢 我们品种非常多 有针对睡眠的免疫力的 还有心脑血管健康的 还有关节等等哈 那您可以任意的选择 那如果您一次性购买3瓶的话呢 这个大瓶的New Leaf的CBD 汗麻油单价 只要328一瓶 那么如果你买5瓶的话呢 单价只要288一瓶加税 同时呢 就是您买几瓶 我们就送你几支喷雾 喷雾的CBD 或者是营养素 买的多送的多 非常的划算 再说一遍 我们的优惠电话 888-789-1670 或者呢 听众朋友 如果线路非常非常的忙 您可以耐心的等待 我们会一一的回播给您 您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Nina王0831 Ninawang0831 那么在节目结束以后呢 我也会一一的回复给您 希望呢 健康呢 是伴随着每一位每一天 没错 有健康我们就有快乐 健康是我们的生命当中 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特别是如何来选择 高效的健康保健产品 那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 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了 New Live汉麻油 今天所访问的特别嘉宾 Nina王咨询电话 18888-789-1670 888-789-1670 或者是加Nina的微信 Nina王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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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普生命科技公司的 总经理Nina王 来进行讨论和咨询 那非常的感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Nina给我们带来 高效保健产品 那同时呢 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祝听众朋友们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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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